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作为梅兰芳的扮演者 心里会不会有一些些忐忑 要接受观众的检验 特别是那么多喜爱 梅先生艺术的 京剧爱好者的检验 其实肯定有的 你说观众的考验 其实是一个怎么说 演员最终的目的 演完一部电影 就是给观众去考验 作为一个评价 但是我觉得 跟导演合作完整部电影 其实我们在整个 心里面都挺踏实的 当时你接到 凯歌导演的邀请的时候 心里是怎么想 有没有犹豫过 我其实我 我没有犹豫 因为我第一天 他见导演的时候 他说 你来见个面 那我就飞去北京 见导演 我们两个谈了三个小时 谈了三个小时之后 他说 黎明洞 其实这次我是想再看你 能否演我们这部戏的 梅兰芳先生这个角色 那我说 导演没问题 我是来见您的 他说好吧 那你等我第二通电话 那当时我就去美国演唱会 那是2007年的12月份 我在美国演唱会的时候 他打来给我说 你再来北京一趟 我们试个庄 我说好 那我又去北京 试完庄之后 导演说 我觉得美国演唱会很适合 但是还需要整个投资房 和媒家上下通过 你再等我电话 我跟导演说完就看缘分吧 那我们就握了握手就走了 然后 我觉得其实 我挺有信心的 那然后真的 导演就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缘分到了 开始拍 有担心的话 有什么忧虑 躺在导演的肩膀上 就这么简单就开始了 其实当 你扮演梅兰芳的这个消息 传出来以后 媒体间还是出现一些 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 李明的眼性 是不是跟梅先生的脸性 有一点点距离 还比如说 因为李明是一个香港演员 尽管他出生在北京 过去没有接触过京剧 能不能把梅大师的这种精神力量 精神气质表现出来 当你面对这样一些疑问的时候 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 你说观众去看我们做演员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从我们第一天踏入娱乐圈 就已经知道明白 观众是有权利去说喜欢谁 你演的好不好 你跟谁相比 你比不过谁 或者是你比人家好 或者还可以 一想到这点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就 很多负担都没有了 因为所谓面对到 观众怎么去看你 人家觉得你演的好不好 或者不好 其实 我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 人家世人对我的看法 我只能跟我说 我不能怕 我不能怕输 就去用其他方法去调试自己的信心 我只能一个次信 那后来我就用这个心态 把整部电影给演满了 那在长达这个八个多月的拍摄过程当中 你至今想起来有哪一些个片段 让你特别的难忘 而且是在过往的拍摄经历当中 是根本没有的 我觉得跟以往的工作不太一样 以往就是电影是有时间 你必须在一个月里面把它拍完 老板也会骂 导演也会着急 这电影没有 导演说你们就活在这电影里面 所以我们大家都没有想 想过回家 而且我第一次在 整个剧组 我们在上海大年三十 年夜晚上我记得我们一起吃年夜饭 几百个人 大部分没有人住到上海 你说我那时候应该是 大年三十晚上应该是回香港 跟我爸妈吃团年饭 还是回北京跟我姥姥他们吃团年饭 我两个地方都不在 我只能跟我姥姥打电话 我在上海 我说心里愉快 那我爸也是这样 我妈也跟他这么说 那反而我自己觉得 挺奇怪的 我做演员二十年 基本上我真的没有吃过大年三十去 还在剧组里面 其实你也懂做演员 我们基本上可以要求说 大年三十我们回家 不要继续拍摄 休息三天 一年好像都可以干活 这一天是不能干的 对 没也喜欢 那居然大家都停留在这个空间里面 很开心 一天晚上我们做完 吃完饭 再去包饺子 导演包饺子 摄影师 拿擀面杖 然后陈宏就把花生放进里面 那我去剥蒜皮 一块吃大蒜 吃饺子 吃完饺子 我们放烟花 放烟花 大年初一就 睡了一整天觉 大年初二继续上班 那这次跟子怡 第一次合作 而且这个 美先生跟孟小冬的恋爱 又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 通过跟子怡的 12场戏的合作 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这次跟他合作这一块 我觉得是 我自己觉得他有了一个新的恋情 在真实生活里面 在进组的时候 那个女人最漂亮的时候 因为有个新的恋情 她进去的状态 跟以往完全是不一样 跟我看了以前所有电影都不一样 那我们两个本身也认识 所以变成说 在 大家一块演戏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女人是很亮 发光的 那这次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歌 也是你跟子怡一块演唱 你又亲自担任了MV的导演 担任了音乐制作人 说老实话 你觉得子怡在歌唱方面 可不可以有发展空间 她是真的录得挺快的 录了多少时间 两天时间 两天时间就录完了 她是一个 在事前做很多功课 她一定背得非常熟 她才进去录音 她真的是 她有唱歌上的天分 但她将来还会不去唱歌 这真的就是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她还是喜欢演戏吧 唱歌还是她的一个 有机会 能够参与她 也挺开心的 那现在梅兰芳很快要上映了 那我想很多的观众啊 尤其是喜爱陈凯歌作品的观众 都会有一种期待 但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点点的比较的心理 比如说看这个戏的时候会想起 巴王别姬 看您的表演的时候会想起张国荣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你介意他人的那样一种比较 我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 嗯 根本就是两部不一样的电影 我相信每个男人 不可能只说一次 一声只说一遍 我爱 那我相信这部电影来讲 我说 我们都爱 巴王别姬 那能否 也一样爱梅兰芳 我相信是 可以的 陈凯歌指导的电影梅兰芳 集结黎明 张子怡等华语和日本演技巨星携手演出 而黎明经过各种努力 也不负众望 从舞台身段到内心戏 他的表演得到了梅甲的全面认可 如今演艺之路一帆风顺的黎明 童年的经历却颇为坎坷 那他本人在节目中 是如何回忆儿时在北京的生活 当年还是孩子的他 又是如何面对父母的离异 广告后请继续收看 这次在北京拍梅兰芳 是不是会常常想起 儿时在北京的一些生活的经历 有 描述一下 当时你记忆当中 小时候的生活场景是个什么样 那我小时候我就在北京 我姥姥准备买糖糊了给我吃 我爸也给我糖糊了 我记得北京 我小时候我在 一个月吧 有一两次机会 就喝一瓶小酸奶 有时候晚上 爸爸就带我吃芦果烧 那其实整个北京的味道 我都很 很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 你住了小的四合院 四合院里面有很多家家户户不同的 旁边就有另外叔叔 每天在拉二胡 那你去厕所的话 基本上没有一个 住家里面是有一个独立的厕所 可以供你使用 你一定去外面 所以每次走到厕所 你冬天结冰啊 那些味道是在脑海里面 是永远洗不掉的 而且烧美 那些味道 对不对 擀面杖啊 窝头啊 蒸出来什么味道 全部都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小时候啊 从这个北京 跑到香港去啊 肯定有语言上的问题 对 在学校里头 是不是会感到自己 跟那些同学格格不入 非常非常格格不入 会被人欺负吗 可能那时候矮吧 你也不是语言的 也会给人欺负 从 小时候你放学高的 就是说你们你们两个最矮的就打架 谁给谁就是摔倒的话 那个就就不能回家 那我每次希望赢 但是我每次大部分都是输的 所以爸爸说你为什么放学这么久都不回家 我是不能回 到有一天爸爸说 发现原来是你跟人打架 他说人家欺负你不就就还击打回人一拳 我说他比我高很多 他说也照大 打完就上次给人给我一灰耳光 哇疼得不得了 然后告诉我爸爸 因为是小学 那爸爸说那算了吧 中学就不有这个问题了 那果然到中学 大家小朋友大一边就没这个问题发生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 因为某种原因离异啊 这样的一个父母的这样的一种经历 对你小的时候这种心理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没有 影响我觉得是 那时候我爸送我去 他们两个一开一分开 我爸也送我去英国念书 就不像我在香港继续看他们两个分开的东西 也怕他自己专心工作 没有时间去照顾我 那我反而从那时候体现 你念书也好 你做什么东西都有自己一个个人的看法 但是也因为我在经历过程里面 我身边的朋友都挺好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挺健全的社会环境里面 自个儿慢慢长大 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那时候你在英国读书读的也很好 其实完全可以留下来这个在英国继续你的学业或者做其他生意啊等等 为什么突然会想到回到香港独自打拼 进入到娱乐界 那时候我在 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刚好是放暑假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其他事好做 那这样 家里的环境有一段时间不太好 那我觉得可能再回英国念书 其实说真的也是对家里一个很大负担 那时候开始去做暑记工 有一次 在一个 一个马路旁边 我走过一个巴士站 有人说你想演戏吗 我说什么演戏 我说这世界果然真的有心看 这回是我在站马路上有人找我演戏 那时候就让我去试镜 那我就去去了 我本来不想去 他说他说给我三百块钱 那我就结果跟他去了 幸福了 我相信我比较安慰 我是男孩子 应该没什么危险 那去了 那时候就拍了一部电影叫黄花旗 那时候开始第一次拍个电影之后 那就开始有兴趣了 然后自己去加入训练班 就这么把我自己的人生变成一个 一边做无线电话手机的推销员 转外快 一边继续去做我喜欢的娱乐圈 选择新的挑战 选择为自己而活 选择说不 努力学会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1990年因为电视剧 《人在边缘》的热播 黎明一夜成年 同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唱片 几乎难过当年香港乐坛的 所有最佳新人奖项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这个外形俊朗气质儒雅 又才华兼备的年轻人 以不可阻挡之势 红遍整个华人圈 和张学友 刘德华 郭富城一起 被誉为四大天王 当你86年去参加这个 歌坛新秀比赛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 其实过了没有几年 你就成为这个天王级的歌手 能够变成所谓的香港四大天王 我没有想过 那时候我只是一心一意地说 想今天办法我可以留在香港 我不再去英国 因为 就说爸爸给你下了通牒了 是吧 他没有 如果再不成功还是要回英国 对他跟我说 他说 那我给一次机会 他说你不太想回去 他说你也别担心 我经济上什么压力 但是儿女读书 我对觉得做父亲还是要 把我想你应该做到的 给完成 我说你再给个机会 他很简单 你能 今天头三名 你就留下 不能 你就马上给我 回去英国演书 那时候我爸的演书是说 一定没可能 肯定没心 没心 一直回来 咱们当天真的是 拿到第三名之后 反正那留下之后 那几年我开始的时候 幸亏我有读幕后 各方面 其实头三年四年的时候 那时候发片也没有机会 有什么特别演出 也没什么特别机会 那所以我那时候跟很多好的导演朋友 是很好朋友 那我跟他们说 你教我 反正有一天 我四年饭 我决定留在香港 这是我的决定 只要我做演员 没有什么成就的话 那我就跟你们这群导演去 做你们副导演 我慢慢学 有人做不得你骂我 然后有一天我变成导演的时候 我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就不用再需要靠爸爸 那你刚出道的这个时候 有没有就整个你的这个演绎的这个经历当中 有没有会有一段 比如说特别不如意 或者说被冷落 甚至被血藏的这样一个经历 肯定有 因为那时候在无线发展的时候 你也不能说人家不对 你你你整整个你开始出道 说有一天我们去拍一个叫录影带 录影带就是说 那是不会在香港本土播放的影片 叫电视录影带 电视录影带就是专攻卖去海外的 那我们就拍 那导演第一天在棚里面见到我 看了我样子拿剧本 我说导演 他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倒霉 我要去拍你 那我就很 哇这么说 我就很莫名其妙 那当那时候拍完那部戏的时候 当然是给导演写了很多报告 有的是我自己不好 有的是也是 就是人家对我的观点不太好 所以就没有机会 那我就有另外一个导演 也是香港导演 他去台湾发展 反而这边工作不顺利 跟我一块走 那我跟他去了台湾 那反而那时候也 你再拍下去也没办法 人家不用你的话 你也要生活 那我就跟他去了台湾 就开始自台湾拍了 一部连续剧 快拍完那个连续剧的时候 刚好TVB那时候 无线电视台又换了一个 一人部的总经理 换了一个男的 他就看记录 为什么我的演员 没了一个这个黎明圈呢 他打电话找我 他说为什么你会去台湾呢 我说因为那时候 我们拍的不是太好 又没什么机会 导演也不太喜欢我 那我就去了台湾 他说啊 这样子 要不是你回来 他说你是不是自己不太 做的不太好 我说我当然我有我自己问题 当你回来之后 你会不会改变你自己一些东西 去迁就公司整个制度 我说我当然会 他说那你回来吧 回来吧我给一些机会你 因为反而公司需要演员 为什么我觉得你也不是那么讨厌 干嘛跑跳去台湾 那那我那时候 我我记得我还在台湾 回不回来之前 你当然人是 你有自信心 但是你际遇 不是太好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些东西是矛盾 怎么去选择 我觉得我的直觉 我还是回香港 那我说 后来你在香港 被称作为是这个四大天王啊 但我知道其实你个人来说 你并不是那么太喜欢天王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称谓 我相信我们四个 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这个名称 但是给人叫习惯的话 当初有些 我们的前辈 他们比我们出道 师兄比我们出道还早 你突然间叫四大天王 你说谁心里会喜欢这个话 我觉得我是说真的 对不对 但是你总不可以跟媒体说 但到今天 这个词已经叫到已经麻木了 我觉得我还可以很坦白 把我自己心里话 存了这么多年说出来 反正你四大天王也好 不是大天王也好 你做的好 你就可以继续表演下去 你做的不好 你是不是也没有用去关注 你到底是不是 反正我觉得媒体有媒体 一个他们自己作业的方式 他既然喜欢把这个称号放你身上 那你人成熟了 基本上你怎么叫我 我也按人接受 无所谓 我觉得你们四个人当中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华仔是 就像他那个鼠像一样 像个牛一样 不停的跟作 他说我是属牛的 好像不做事难受 但我发现你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悠闲 可以不紧不慢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是不是也是自己的这种 个性使然 不是 因为我自己做的事 我其实很多时候 我做的事是 其实我工作真的挺忙 我每天都会做 没有什么时间放假 休息 因为本身 你说做歌也好 是需要很多时间 尤其是你在一个 一个航道里面 时间长的话 你必须要付出更加多的努力 去做一件事 要不是他的 他的味道就会没了 你开始人家看的东西 看的不多 你做什么 人家都觉得新鲜的 当你时间一到的时候 你怎么把 就好像煮一道菜 回锅肉 你每天煮回锅肉 那么好吃 今天我可能不吃回锅肉 我吃东坡肉 那你怎么把回锅肉 继续去变化 人家还会 有空来吃你的回锅肉 那我觉得就是在 观众看不到我的时间 其实我也不停在工作 我觉得我自己有 有那个冲进去做 那我就 耐心去做 我就把它做好了 如果说潮流是一场 创造和追逐的争动 那么近20年来 黎明的独特魅力 可以说 恰恰源自于一份 不合节拍的我心我素 一份游离于现实 与梦想之中的局外人心态 从甜蜜蜜中 纯真善良的李小军 半生缘中 儒雅沉稳的沈氏君 到堕落天使中 冷峻的杀手天使一号 这位荧幕上的大众情人 在现实中的爱情 总是众说纷纭 一向对家庭爱情 避而不谈的黎明 在这次采访中 却是侃侃而谈 其实你拍过的电影 就数量而言不算太多 但是我觉得就质量来说是 几乎每部片子 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个我最喜欢 当然是甜蜜蜜了 我告诉你了 半生缘上堕落天使 其实我觉得 这么多戏当中 我真的是最喜欢甜蜜蜜 喜欢你演的那个李小军 你个人是怎么看这部戏 看待李小军这个人物 就是简单 就是说 你就是那个人物的话 就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确是从大陆去香港 我的确是经历过一些 大家在不同地区生活文化上差异 所以我跟皮特说 我说这个戏好像就是 就是为你夺身定做一样 他也跟我那时候聊了很久 也是在我家 小小地方我们俩聊天 他说你在北京以前生活怎么样 我就把他告诉他 跟怎么大家去公用厕所 什么什么 他结果把一些东西 真的写在剧本里面 所以当你演的时候 那部戏 其实不是在演 只是把自己的生活 重复一遍 你个人认为什么样的爱情 是最美的 那我觉得爱情是包容的 爱情是需要去体谅对方 是需要互相迁就 也要找到一个这么合适的人 才能去开始去做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行事继续 你觉得跟 比如说你跟你友在一起 最开心的是什么 开心的就是 相处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他会做菜 我已经很开心了 真的 我也知道乐杰尔喜欢画画 会拿你当model来画吗 这肯定不会 这肯定不会 这不会 就是就是 我一定没这耐心 给他去画画 我觉得画画里面是素材 你能想象就没问题 但是你不要把我画出来 好一点 最后一个问题 在你眼中乐杰尔是一个 是一个我喜欢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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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